从日本NHK传来的画面可以看到 在台风来袭之前 冲绳地区已经开始下起大雨 整片天空晖雨蒙蒙 今年第一号台风爱维尼 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八点生成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发展成青台 缓缓朝北方前进 这也是从2020年以来 首次5月才出现第一个台风 同时也是自1951年统计开始以来 第七次直到5月 才首次出现首个台风 日本气象厅表示 爱维尼的中心气压10200帕 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到每秒15公尺 最大瞬间风速每秒23公尺 威力逐渐增强中 从预测路径来看 爱维尼将在28号到29号之间 最靠近台湾 不过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直接影响台湾几率不大 随后台风将持续北上 在下周中旬逼近冲绳 下星期后半周逼近关东地区 并警告民众未来可能出现大雨 要做好备台措施 不过日本这几天天气变化较大 都已经进入5月 北海道昨天竟然还降下白雪 但在神奈川县 却是好天气 大批民众在海滩玩耍 有的冲浪 有的打沙滩排球 可以说整个日本不同地区 同时出现春夏秋冬四个气候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